2023年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即将举行 随着各国名单公布 同分组的巴拿马、意大利、荷兰和和古巴等国 都迎来大联盟战将的援助 中华队首战是否能拿下巴拿马 是我们续命的主要关键 巴拿马也和我们一样 双方都有着不可输的压力 而我们也是逼正面对决巴拿马最佳王牌投手 巴雷亚、Henry Barrier 巴雷亚拥有148公里的球速球速 在大联盟中多以长中继后援投手的身份出赛 去年的35场出赛中一共投了79点一局 防御率为2.61 而他使用滑球的比例高达47% 打击者面对他滑球的击球 出速都低于平均85.3英里 这也是巴雷亚面对诱打者的利器 当他面对左打者时 除了将滑球塞进打击者内角 巴雷亚也将变速球的球路使用率提升到28% 他滑球与直球的交互运用 是形成混淆打者的重要利器 巴拿马的另一名王牌投手 是艾斯皮诺、Paulo Espino 他去年出赛42场 其中有19场先发 主投113.1局 防御率为4.84 在牛棚部分 有两位火球男 是中华队要小心的 那就是劳伦斯 Justin Lawrence和贾拉 JV Guerra 劳伦斯的低尖侧投 能投出惊人的95英里深卡球 再加上那无法预料的出手点 以及飞盘般的滑球 常让打者无法招架 贾拉近年来的主力球重 是深卡球、滑球和四奉 平均球速达到98英里 去年在美国职棒小联盟的41.1局中 只被击出一发全雷打 防御力为1.74 巴拿马的打线 有4名拥有大联盟经验的球员 但缺乏明显的主力球员 其中 31岁的捕手 贝腾科特 Christian Betancourt 会是主要强棒 去年他在光芒队担任2号捕手 而且还击出11发全雷打和34分打点 他在捕手中 算是拥有很不错的成绩 贝腾科特的最大缺点是 对于滑球和变速球等变化球重 没有应对之道 去年 他对这两种球的挥空率 就高达40% 所以 避免让他面对直球系球重 应该会是个很好的配球策略 今年20岁的年轻球员 赫雷拉 艾文和Ara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去年他曾经短暂进入大联盟 而在小联盟的表现也相当不错 打击率为 268 374 396 由于贝腾科特有出色的防守能力 赫雷拉就很可能会作为指定打击或一类手上场 巴拿马球队的阵容主要由少数的优秀球员所组成 而该如何对付这些强打者的投手 应是我们的主要的策略 根据分组赛的赛制规定 每位投手单场比赛最多投至65球 因此在打击方面 我们可以利用经典赛的球数限制规定 再善加运用每个击球手的优势 如果能在比赛中场局数的时间内 消耗掉巴雷亚的球数 接着再打击艾斯皮诺或其他中级投手 这将会是我们中华队获取得分的绝佳时机 好了 谢谢观赏 2023经典赛特别报道 请记得订阅 按赞 并分享 欢迎在底下加入讨论